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是中国股市已经收盘上升到3000点以上 目前报价是3008点 澳元兑美元回到0.6950上方 目前报价0.6960 黄金是继续飙升 目前早盘继续上升了5美金 目前报价是1425美金 比特币也是已经站在了11000美金以上 涨时非常的惊人 布伦特原油昨天轻微上涨 目前报价是64美元 昨天澳洲个股方面呢 有一只上涨了超过10%的股票 叫做ASL 报价目前是1块7 它是做什么的呢 是做这个开矿 提供开矿的一些设备和勘探的 也就是说当黄金价格上涨的时候 如果我们踩空了 没有买进去 那么我们可以买相关行业的一些股票或者是个股 那么另一只股票呢 叫做MTS下跌将近10% 这家公司呢 是做快销品的 也就是说把产品放到超市里去卖 所以说呢 这只股票下降的幅度比较大 也预示着澳洲目前的零售业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转折 那么全球目前最近几天的金融走势 以及政治格局变化的速度比较快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金融方面 欧美国家呢 尤其是美国由之前的鹰派转为鸽派开始慢慢考虑降息 那么这一影响呢 将会给全球资产价格带来新一轮上涨的一个刺激 但是呢 与此同时也预示着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继续加剧 所以说呢 避险资产包括黄金 比特币 日元等在内的依旧是价格飙升 所以说大家要做好预防金融资产迅速下跌贬值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个风险的信号主要是来自于G20峰会 中美是否能在贸易协定上达成一致的 或者是重启贸易协定的谈判 所以说在周五开始的这个G20峰会上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中美两国的一些言论 以及双方的一些表态 这将直接导致下战年或者是接下来几个月的一个 比如就是股票 中美股票的一个价格走势 接下来的话 还有哪些事情呢 比较重要 是伊朗问题 也我们知道伊朗最近打下了美国的一个一架无人机 虽然美国呢 没有继续追着这件事情给伊朗施压 但是呢 目前美伊的一个摩擦已经是上升到新的一个高度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油价飙升 那么对于石油来讲的话 在过去差不多每隔五到十年 中东的都会产生一次战争 我们就要 现在已经是到第五次中东战争了 所以说剔除美国等国家的一个外部影响 中东内部呢 本来就是矛盾重重 尤其是宗教问题 那么这一现象的话 短期内是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所以说呢 如果是大家在长线来看的话 石油资产或者是石油价格 受到继续的一个刺激上升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给大家三个小提示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优先买入石油价格 石油资产 那么第二个呢 是优先买入石油类的股票 包括澳洲很多大型的BHP 那么它也是持有包括矿产黄金和原油在内的各大 这个基本生产材料的一些因素 那么另外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比如说是开车的话 大家可以把车先加满油 所以说呢 中美也好 美亿也好 那么欧洲和美国央行的降息 包括澳洲和新西兰也已经降息 包括中国央行想要刺激中国股市的经济 现在中国可以发现上海又开始排队买房了 所以说资产价格在未来上升的速度和幅度将会继续走高 但是呢 风险依旧是加剧的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学习机构 国际机构两条腿走路 既要风险价格资产上升的一个保护 另外呢 还是要注意黄金等避险资产的一个需求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对早晨和昨天的财经的一个总结 以及播报 谢谢大家